書寬 一走進來就有法國的麵包味 好香喔 聽說全巴黎最強的甜點店 都可以在這邊買到 我們來 要幾家好吃的 試吃一家 它的肉就是你這邊選完 它就會從那邊直接現切 然後可以配酒的一個餐廳 它就叫松露之家 有點貴 但是 為了你們 還是要吃一下 來了 哇你有看到這個 多大片的松露有沒有 天啊 我只會被吃吃完 吃肉 大北 今天喝很飽 我們來拉法葉百貨 然後有一個酒窖 被邀請來要體驗他們 類似品酒的小小的活動 2016年是算是波爾多裡面 比較好的年份 製造時間比較長 所以它的葡萄是比較成熟的 所以酸度會剛好也不會太酷 所以我覺得是 性格比很好的一個酒 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拉法葉四分三棟 都是隔一條街而已 等於就是一整區 剛剛我們是在美食館 隔一條街就是南莊館 聽說三樓有很多很厲害的牌子 然後一些獨特的pop up 剛好吃飽飯我們來大逛 逛起來 大家可能會發現 裝潢裡面有帶有很多綠色的東西 Prada跟拉法葉 有一個非常exclusive的聯名 的一個快閃店 那這個綠是拉法葉限定 所以全世界就只有在拉法葉 巴黎這邊買到 只要有黃標單品 都是米蘭剛走完來到巴黎 南莊館的三樓 雖然有所有的精品在這邊 但是它不像那種旗艦店 包山包海 它特別精選出一些比較特殊 比較前衛 不和年輕人口味的款式 我覺得巴黎好買 就是因為它感進這些很前衛的東西 二樓是南協區 我前一陣子在台灣才拍的 Burberry的Arthur球鞋 全部非常齊全的擺在這邊 很多人它其實會 對於走進精品的旗艦店 會有壓力 就可以來拉法葉這邊 因為各種品牌都在這裡 來到這邊就可以很輕鬆的 找你想要找的東西 超酷 這都是畫出來的 Sneaker Essential 上來去找一下 不管是十一住行娛樂 都可以在這邊解決 我覺得非常棒 今天就大概這樣 我剛看到一些東西 我要回去買一下 那就先這樣啦 Bye